嗨各位小财神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大家看画面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叫做最强投资神队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就是票选呢 大家选出来最棒的这个证券投资业者 我觉得台湾的证券业者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他的手续费非常的不透明 然后感觉起来消费者就像是一个待宰的羔羊一样 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要用这一次的观众票选 能够让大家去知道跟看到我们观众的心声 好那本期节目重点一样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全部的证券业者一栏表 然后还有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这个 这次投票的700多人的这个基本组成 你可以去看我们之前的排行榜 前面都有做介绍 那第二个就是大家所票选出来的前五名 最强的投资神队友 是拿五家证券投资业者 跟大家分享 最后还有大家的心得 好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 全台证券业者一栏表 总共有哪些证券业者呢 来看一下 这个大概有三四十家 有一些可能太小的还没有列上来 但是大家基本上常常看到 常常使用的应该都有了 比如说日盛 元大 凯基 然后像聚亨买基金 然后还有永丰金 华南国泰玉山 第一金富邦 华南永昌 其实都有 所以这一次呢 我觉得算是蛮一个公平性的 让大家一起来投票 来选出你心目中觉得最棒 对你最好 所需费做优惠的 好那我们就事不宜迟 赶快来往下看 最强投资神队友的票选 结果出炉咯 好来看一下第五名 第五名是哪一间证据业者呢 看看 登登 好是玉山证券 好 这一次总共有783个人投票 玉山证券取得了34票 这个心目中票选第一的 他的得票率为4.3 好每100个人里面有4个人选择玉山 那到底大家都怎么讲呢 我们来看一下 来我们往下看 APP操作简单易懂 新手也能很快就上手 非常推荐 只是因为复果提供的资讯 有些蛮有帮助的 玉山结合复果APP 今年开通复果 所以很多人都有推荐这个复果APP 我们之前也有写过文章介绍 所以你如果对这个玉山证券 还有它的复果APP有兴趣 你也可以就是去网络上找相关的资讯 然后来去看一下它的界面 然后它所提供的投资报告 是不是适合你自己的 如果适合你自己 就可以把它就是 加入会员开始使用 这样子 提期汇率跟其他银行差蛮多的 买卖外币很划算 这个是银行的部分跟证券无关 觉得玉山银行的发展规模 有再成长可以安心投资 手续费比其他家28折稍高一点 它大概是 它是属于接力式的 所以是好像6折到38折左右 那你要每个月平均交易超过一定额度 比如说100万以上 才能够达到38折 所以跟其他的证券业者比起来 它的手续费还是收的比较多 蛮多促销活动 界面简单明聊 用久了很习惯 加上弹心之后 给了我手续费的减免 每个月有回馈 等于投资成本再降也不错 那民众在选择这个证券业者的时候 当然第一就是手续费率 那目前手续费率均一价的就是28折 那有些证券业者可以给到更好 比如说两折 所以这个民众就可以多多的去把握 我们稍微讲到 使用方便小额投资 玉山证券这个复果 合作的APP操作方便 玉山证券的另外一个APP复果 好像是之前的新状合作公司 但后来并购下来了 跟玉山证券可以很方便的连结 而且提供漂亮的界面 跟丰富的报告内容 整合性很好 然后银行跟信用卡 很喜欢他们的产品 银行跟证券的服务人员 也非常的灵敏 每次打电话都有很大的收获 玉山跟复果合作解决一般券商的APP 介面杂乱跟丑陋 清除自由的资讯排版 折扣又会一般 但是还算堪用 所以这是大家对玉山复果证券的一些心得提供给大家参考 再来我们来看看第四名 最多人票选出来的第四名是哪一个证券商呢 是元大证券 元大证券它有推出很多自己的APP 那目前市场上比较广受好评的是 你画面上看到这个 这个左边的这个 这个logo很可爱 叫做这个投资先生 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是在那个手机上下载下来看看使用 其实也不错 好那这一次一共有46个人投元大证券 783个里面呢 它的得票率大概是5.9 大概是每100个有6个人会选择元大证券很棒 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大家的心得 离家境 这个元大证券有非常多的这个分公司 所以你选择离家境也OK 定时举办理财讲座 很多的券商都会这样子做 资讯明显好看 金额正负值直接显示 一眼明白 APP方便好用 缺点是 音乐员很老 还是想要看妹子 想要看妹子就是去 玉山啊 玉山当然是比如说年轻的妹妹比较多啦 容易开户 界面清楚 新手也容易操作 他们家的投资先生APP真的好用 损益可以在个股清单中看到 不用特别到库存的地方点去看 买卖很顺手 而且也有平板的版本哦 永丰有两折 所以永丰金证券我会拿来存股 元大就是拿来做短线操作 永丰的APP虽然比以前好 不过还是没有元大好用 所以元大的投资先生 就是你画面下方看到这个 应该是广受好评 很多人都觉得不错 买港股的新闻啊 之前就是有人的账号密码被盗 然后就是被莫名其妙买了港股 那元大证券的处理状况还不错 所以有人写出来 我的服务员在我使用上有问题时 都能够抽空恢复我 很不错 专业有礼貌 证券这边 有这个盗账号的情形 马上做出这个配套措施 很有诚意 推荐的商品也非常有参考价值 投资他们家的基金 那像0050056 就是他们自己元大证券 自己推出来的啦 ETF的绩效都不错 网路功能齐全少见的双向借券 都有这个网路APP来操作 觉得手续费太高想换别家 但是程序很麻烦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来看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我们就会给你介绍第五第四第三第二第一 那到底哪一个券商适合你 听完了大家的意见之后再来做决定 也来得及哦 好往下 投资先生是公认最佳的APP之一 界面简洁丰富多元 再加上各属的这个营业员会有经营的群组 每日提供重大的财经消息 然后服务有感 APP同时使用不会很卡 适合急性子 又急着特定价格卖出的散户 或者急着买进这样子 好 看完了第四名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第三名 第三名是哪一个券商呢 来看看 国泰综合证券 国泰综合证券其实最近非常有竞争力 尤其是他们的这个客户 他们的保护数很多 所以他们在推展证券业的时候 其实还蛮顺受的 目前应该也算是前三前四名 就是这个开户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这个券商 那他的优惠有什么呢 其实就是下单二八折 然后呢有这个最低销 零股就是一块钱 然后在这个美股交易的时候 如果是买美股ETF 最低就是只收三美金 所以你可以单次单笔进场大额 那么你只收三美金的情况之下 你是可以节省很多手续费的 所以这是国泰综合证券 目前就是很不错的优惠 提供给你参考 这一次783个人里面 有70个人选择国泰综合证券最棒 得票率为8.9 所以100个人里面大概有9个人 会很推荐国泰综合证券哦 来看看大家的心得吧 国泰比永丰好的地方在于 国泰有成交推波通知 手续费比较低 这两点 国泰数金零APP操作稳健 这个简单 稳定度较高 然后手续费便宜 定期定额只要一块钱 这个是台股的部分 华南证券后来改胎 这个国泰 手续费2.55折 2.55折算是蛮便宜的 好不错 抽股票都是用国泰去抽 都没抽中 但是画面操作简易上手 不管你用哪一个券商抽 每一个人就是只能够登记一次啦 那可不可以抽中 其实就真的是运气了 因为界面还算好操作 买零股手续费一块钱 手续费非常非常的便宜 手续费低 国泰定期定额的标的很多 这都是它的亮点 要把钱转出来 可以先转到 coco再转出去就免手续费了 所以这个 金融生态券上的操作是很方便的 网络下单手续费低 定期定额的手续费也很划算 零股交易手续费太神了 打折之外还有 低销只要一块钱 这是它的亮点 证券手续费28折最低一块钱 大家都是这样子说啦 所以 这个是只要开户就一定有的 手续费一块钱的优惠直接到2022年底 定期定额只要28折的手续费 非常适合小资组来做储蓄 然后网银的跨行提款转账 有优惠次数也不错 手续费想有优惠 对于小额投资来说 真的是很优惠 那重点来了 手续费不用特别谈 就可以拿到最低的优惠 手续费只要一块钱 对小师祖很省 大家都是这样讲 好的 APP设计界面让人很喜欢 所以国泰数金领也是有一些支持者 推荐使用 手续费计价亲民 数金领APP操作简易 定期定额的标的很多 APP设计都非常的好 股票价格的更新速度 比元大证券还要快 这是它的亮点 开行的定期定额 买基金或ETF手续费 非常的划算 国泰手续费低廉 操作简便快速 这是大家给的意见 提供大家参考 接下来进入的是第二名 第二名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因为我们很常跟大家做介绍 这就是 星光证券 星光证券它有开发好几个下单系统 像是很适合盘中领股交易的富贵角6号 还有富贵角9号跟10号 它其实是用三足科技的资讯系统 然后可以做联动 其实也是对于一般人来讲 很方便的一个APP 有兴趣你们可以自己去网路上找来看 找来使用 这次投星光证券有77个人 得票率为9.8% 接近10个 每100个有10个人会选择星光证券 所以得票率算很高了 来看看大家的心得 手续费的折扣没有乱扣或是乱收费 零股的购买画面很清楚 不会让人误按 也提供不少手续费优惠 让我省了不少 所以重点都是手续费优惠 手续费优惠 辛苦还有送什么 最少500块的交易手续费折抵 那最近的话呢 他们刚好有一个活动就是 送的交易手续费折抵为3000元 就是证券的部分有2000 1000块是这个期货 期货比较麻烦 比较风险比较高不推荐 但是证券的2000块是你一定可以用的 那除此之外呢 你现在只要先登录 你就可以再拿到一个全家49元早餐 那如果有开星光OU这个数位证券户 不是OU数位账户 是数位证券户 那么联通的部分来做扣款 你也可以再多拿到88元的开户礼 这是加一加有3137推荐给大家 比这边的500还多啦 有低廉的手续费 提供比较优惠的手续费率 开户有送礼金 开户送500 这个是大家觉得很开心的 那这边有讲到 星光证券跟国泰众的证券 一样都是最低 就是28折 最常用的就是星光证券的系统 双向借券 之前有介绍过 这也是很容易操作的 手续费市面上算低的 有28折 而且是当月回馈 有一些券商它是先扣后退 但是它这个28折的部分 是当月就直接把你抵掉了 所以这个是蛮不错 所以有人说 手续费2.8折真的太香了 新户还有这个手续费减免的回馈 必赚 手续费有优惠 因为APP界面不会太复杂 最近推出定期定额都可以试试 星光证券的界面对我这个新手来说 浅显易懂 又推出定期定额的新功能 让常常忘记下单的我不再懊恼 手续费低 手续费最便宜 后来发现他们会退手续费等于是0元进场 这是很佛心的一间这个券商 定期定额单比2万以下只要手续费1块钱 这个也是开市场之先河 大部分都是1万块 只收1块钱 现在是2万块收1块钱 算是蛮便宜的 星光证券开户也送小七100元的这个折扣金 你就可以拿去小七花掉也不错 有了它可以让我线上存股很简单 因为手续费28折真的很便宜 超棒 下单界面也不难用 手续费是直接最低的 不用去谈 而且界面让用的人呢 这个很习惯 低手续费的股票交易 让我买进不少观望已久的高价机优股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亮点 买卖手续费收取很低 可惜是它整张的部分低收还是20元 所以你回推一下大概单比交易 你买一张股票至少要大概5万块以上 你的手续费才能够来到最低28折 所以这个也是它的缺点 反正有缺点也有优点 大家就是多多比较一下这样子 当初新户有送500元抵用金 比其他大间银行提供的6折 还要有成亿多了 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些大的银行不肯让利 所以现在就是 这些小的券商呢 就经营的比较辛苦 那让利好不好 我觉得让利当然对消费者是好 毕竟如果大家都是不讲 都不能够讲证券折扣数 那你只要消费者一一去问 那其实就降低了这个市场上的竞争程度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这些券商就是联合起来 就说我们就是不要公布手续费 我们避免恶心竞争 可是大家难道不知道说 美国券商现在都是零手续费了吗 所以我们的国内券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传统 所以我也希望 能够透过这些影片 发挥我的影响力 能够让这个金融环境 变得更消费者更友善 这样子大家才能够就是降低自己的投资成本 两者还可以 界面算老牌三足 刚好熟悉 所以熟悉的最对位 台股比重都放新光证券 当初开户的时候 负责人主动跟我联络 这个很贴心 需要多签署都可以透过这个网路 或是手机APP操作也很好 今年责售的手续费折底 在初期完全零手续费 收到对账单单非常有感觉 当初选择新光证券 是看见他的手续费折扣比较高 这个大家的意见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第一名 第一名这次的这个得票数 也算是我们 因为我们算是第一届嘛 第一次来问证券 应该也是有史以来 就是目前是最高的得票率 不知道明年会怎样 就是你可能有点期待 这个有点难以超越 我们来看看第一名是 咚咚 永丰金证券 他这次居然取得了254票 他跟永丰银行就是双列 这个民众最喜欢的银行跟证券 得票率居然有32.4 也就是说 每100个人里面有32个人 觉得永丰金No.1 那为什么他这么厉害 大家这么喜欢他 这个取得这么大的明星呢 我们来看看原因 这次啊 因为大家的意见实在有太多了 300多则 所以我大概光是做简报 就做了29页 所以我们会用比较快速的方式 带过去 那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按暂停 来看一下大家的意见 每一个人写的意见都在上面 整合大户 9个扣款日很不错 可以定期定格也可以借券 然后可以搭配数位账户 手续费最低 这都是他的亮点 台股还有美股的投资 美股投资的手续费 只收0.3% 非常的低廉 APP投资画面简单易操作 封存股1万块 才收一元手续费 真的超强的 可以同时执行 美股跟台股的投资 永丰大户高利活储 加永丰金证券的 封存股跟美股交易 再加上换汇优利 这个活动 整合的非常的好 像换汇优利定存 我就很建议大家 大概每三个月到四个月 他们就会推出一档 那你就可以趁这个时候 来换一些比较便宜的美金 那这些美金 最后再把它投资到美股里面去 那你的成本是最低的 所以这也是我很常用的 高利活储的利息 当做交割户很难得 因为大部分的银行 交割户的利率都是0.01 都很低这样子 那只有少数几家银行 是有突破这个限制 像永丰大户就做得很好 你的大户数位账户享有1.1% 可以存50万的高利活储 那同时拿来做交割户也没有问题 操作界面很方便 用大户投小额投资美股 买卖不用手续费 应该说手续费很低连 这不是说不用手续费 还是有收啦 交割户直接用大户就行 可以先上办 做得比其他券商美观 这也是蛮难得的 50万以内的额度来操作 可以升购股票抽签 很幸运 APP及银证连结做得很顺畅 优利定存换汇 换完汇再用封存股 跟富伟多进场 活存利息很高 可以把钱放在永丰银行 要买股票的时候 直接从活存扣款 不需要转账很方便 APP界面操作也非常的容易 是小资组的一大福音 那接下来有人讲到 李专的部分 李专都会对于问题 很有耐心的回答 不像之前在日升证券的李专 紧急的问题都要两三天 才会回复我 打电话也不接 所以呢 这个是各个券商的 营业人员的素质 这个不一啦 有买他们的ETF 放着作为长期投资 希望赚到更多钱 不用天天看盘 上班没有时间操盘 然后也有人提出 是否会有一些 其他功能的介绍啦 而且不需要让我自己在摸索 我们有机会的话 当然还会在做影片 跟大家介绍这个 很优质的产品 领先业界的超低手续费 但他现在已经有点快 被国泰综合证券超过了 所以这个 希望这个业界就是这样子 有竞争才有优惠 那如果永远都是 永丰独大的话呢 那这个他马上就会变烂了 但是有国泰综合证券在旁边追 我相信他也不敢太轻松 所以我是希望市场上要有 至少三家以上的券商在竞争 才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循环 消费者才能够拿到最多的好康 我是大户有两折 营业人员不错 有给他介绍很多客人 而且大户数位银行也好用 一系列信用卡都好用 已经完申购很久了 在永丰金证券之前只抽过一次 用了永丰金抽到三次 简直是我的幸运之神 永丰所有的APP界面都让我用的 非常的习惯 因为永丰的封存股 让我第一次买进美股 觉得非常的上手 这个都是大家的这个意见 可以参考一下 配合的营业员声音好听 这个也可以讲 每一个人会分配到营业员 当然是不一样 除非你是事先去网路上征询 那你就有通过电话才确定 那不然的话那都是几率的问题 整体的联动很棒 设定定期定额手续费也很低 使用大户头 大户现金回馈卡 大户账户 一次申请所有优惠回馈通通享用 这都是不错的 抬通电话过去就会有人教我如何买卖领股 这个也不错 一系列的一条龙服务也是大家最喜欢的 联动大户数位账户方便管理 以及有高利活存 封存股投资手续费有优惠 这是大家很喜欢的 永丰金大户头与永丰数位账户搭配真的绝妙 使用者的体验非常的好 享受高利活存的当下又能兼顾 节省投资的手续费 加上两个APP互有联动 可以同时一目了然银行跟证券的资产 所以我也很推荐 如果你在挑选一个券商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先去试用它的APP 我很推荐就是永丰大户的APP 这是银行端的 另外一个是大户头的APP 这是证券端的 但是他们的结合非常的好 所以你可以在APP里面 比如说银行可以看到证券的资产 那证券那边也可以看到你银行目前的资产是多少 那对于你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是蛮有帮助的 这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大户头很明确知道自己的投资报酬率有多少 这个也是设计的很好 交割款也能够像有优惠利率 1.1% 50万以内都有 然后很少有证券切割这个账户的利息还不错的 信赖关系发展指标意义深渊 然后就是如果这些金融业者他愿意跟消费者深耕这个关系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感的 好像这一次为什么会取得接近有三分之一的这个得票率 很明显就是因为他们的确做的超前其他金融业者 这是很明显的 每股台股都可以做资料很清楚 透过宝可梦知道大户头 发现大户头很好用很方便 定期定额方便 零股手续费优惠 但如果APP反应更快速会更好 这也是有一些缺点啦 最喜欢的是他的手续费有折扣而且没有低销 有期货也有外国的股票都可以做交易 甚至有人说更让人家离不开永风了 好很有趣 这个看盘软体的线图做的还不错 第一次因为疫情时 投入ETF股票的体验 线上直接申办永风金证券很方便 手续费也很便宜 自动扣奖也很方便 20次的扩行提款的免手续费优惠 申办永风金证券账户并不会影响永风大户活除的1.1%年利率 这部分很赞 提供风存股 大家看那个第二排的红字 让小字方便存股 这个一定要选字啊 你没有选字感觉起来好像越存就越容易死掉 非常多人分享 活动很多 界面设计有认真升级 接受用户的意见 这是不错的 那这边还有一个重点 提醒大家 买卖股票手续费折扣很高 财富信托账户外币来申购基金 有提供入金的功能 可以免手续费自其他银行的外币扣款 我觉得一般而言 大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比如说玉山有美金 我在台银有美金 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银行的美金 拿来永丰来扣这个风存股美股 这很难 因为通常都是你要在其他银行 把这个外币卖掉 然后换成台币再过来这边买 但是一来一往就会差 比较麻烦 但是永丰金证券 它有提供一个功能 叫做风益扣 这个风益扣呢 它就可以直接线上约定好你的账户 其实应该是要去现场约定好 那你就可以线上操作 把你在其他银行的美金 通通都转进去你的信托账户 那这些信托账户呢 又可以零手续费的方式 直接转到大户的外币账户 那这个大户外币账户呢 就可以直接拿来扣风存股的美股 然后就直接投往外面的这个美股交易 是蛮不错的 所以这个将来有机会 我会跟大家分享 目前还在收集资料 在整理资料当中 一个账号就可以共用原本的网银 跟新的大户APP 很方便 性上架开发的APP 跟传统的山族系统 有做出区隔 APP也常常推播一些 投资相关的文章 有助于投资选择的策略 好 那就是这一次这个永丰金证券 三百多人的心得 那也跟大家就是分享了 接下来看最后的总排名 看一下这个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永丰金正先拿到压倒性的胜利 你看他有接近三分之一块的版图 通通都是选他的 那第二名的话呢 就是新光 第三的话呢 是国泰 那第四是元大 第五是这个玉山 所以其他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小众 那基富通也有一点点 华南永昌也有一点点 所以每个人的这个心目中觉得最棒的 这个投资工具 投资神器都不一样 但是至少以我们这个信用卡的这一边 大家最喜欢的 还是整合性非常良好的这个大户头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 你可以去网络上再做更多的研究 再来决定要不要开户 跟不跟调都无所谓 但重点是 这一期节目呢 就完整的跟大家体现了 很不错的五个投资商品 那你有需要你就是一一的去做功课 就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